话谈最好的方法是行气 两位要煮水 行气话谈 出一身寒谈 热谈 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谈多用话谈的药 健脾胃的药 调理都没有用呢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忘记置气了 因此今天我主要来给大家讲一下气跟谈之间的关系 中医认为谈之所以会形成就是人体的水液聚集在一块了 而气可以推动水液流动 防止它们聚集 所以除了脾虚外 气机淤质也是形成谈湿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在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制谈先制气 气顺谈自消 如果你只化谈不制气 那气机淤质的情况下依旧会一直生生谈 所以再怎么用药效果自然都不会好 那对于这种气机淤质引起的谈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平时脾气急躁 易怒 爱发火 容易胸闷 打嗝 腐胀 感觉身体里好像有股气 窜来窜去 舌头伸出来之后 可以明显看到两边骨胀的很高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就可以参考陈皮 置半下两味药搭配煮水喝 这两味药不仅都可以化谈 其中陈皮还能行气 半下还能造湿 不仅可以解决已经生成的谈 还能防止谈再度生成 那如果说你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的 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在此基础上搭配些其他重要配合调理 比如你还伴随着阳虚的情况 平时怕冷 四肢发凉 吐出来的痰一直都是颜色白 质地清晰的寒痰 那就可以再搭配个干浆 桂枝 助阳形气的同时 暂寒除湿 防止痰湿生成 而如果伴随着热的情况 舌苔伸出来发黄发腻 平时还经常觉得口干口渴 比较喜欢喝凉水 那就可以搭配些清热化痰的中药 比如结梗 刮漏之类的 如果说伴随着阴虚的情况 舌头伸出来之后发红 看不见舌苔的 平时还老是觉得手脚心发热 身上一阵阵燥热 喝出来的痰少 黏 还有些发黄的 那就可以搭配着滋阴的中药 比如天冬 玉竹之类的 总而言之 化痰的时候需要配上些行气 智气的中药 尤其是那种气肌淤质 弹湿重的人 并且用药时需要根据刺身情况为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可以发舌苔 我有空的话会帮忙辨证 或者是线下的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总之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